如其生为响鲁不如死为一民 台湾军民必能舍生忘死 与日寇决议此战 恳求清政府聚合废约 同时在北京应试举人也纷纷抗议 他们以省级为单位到督察院上书请 维新运动领袖人物康有为 发动参加会议的1300多名举人 联名上书光绪皇帝 条约将丧失民心 引来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要求废除马关条约 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灰变法运动